脫掉車上國道救援 業者下車固定故障車輛 等於肉身行走在車陣中 現象還身 高架道路路間根本無處可躲 一被撞上命就沒了 因此脫掉業者進行國道救援 有一套SOP 車尾擺三角錐 並且穿反光背心 但這樣的效果微乎其微 那個脫掉車的司機 他又穿反光背心 你看還是一樣 像角度機一樣被拉掉 脫掉業者透露如今脫掉業生態凋零 駕駛越來越少 甚至根本不願意上國道救援 因為死亡事故太多 這次國道三號又再次發生死亡車禍 沒有放置三角錐 以及沒有派遣緩撞車 也成為關注重點之一 運用車道妨礙通行等交通事件 本大隊侵入指揮中心接獲報案後 將立即通知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派遣事故處理小組 並派遣本局租用緩撞車於後方協助警戒 國道警方表示這次事故沒有接獲報案 因此也無從派遣緩撞車 國道三號兩天內發生三起大型車死亡事故 兩四死一傷慘況未來將加強取締 脫掉車駕駛冒著生命危險救援 也期盼未來能有足夠的緩撞車支援 降低危險係數 在新網站現場台中採訪報導